进入到我们的会议室 那么请我们进入会议室的观众朋友们 尽快的改掉自己的英文名字 有可能您会被我们的管理人员 会清除出我们的会议室 那么如果您没改名的话 请抓紧时间 那么接下来我们下一次新闻 要给观众朋友们进行通报的呢 也是美国人对中国的负面的观感 创向新高 而实际上这件事情与什么有关呢 详细的解读呢 请我们的韩奎女士 给观众朋友们做一个点评 好的 那这里呢是有一份 来自美国知名的民调机构 叫PU研究中心的这么一个民调 它是周二做出来公布出来的吧 那么这里面呢 就是关于美国人对中国观感的 这么一个调研 那么结论就是 美国人对中国负面观感的比例啊 创下了历史的新高 但是接着刚才马俊先生的话说 那么是什么呢 比较有意思的是啊 我们可能都会脑子里这时候都会有一个猜测哈 但是负责该调研的研究员就分析说 说美国人对中国的负面观感啊 并没有因为当前的这个卫生事件 而明显的提升 那么其实分析人员也是觉得这个结果呢 他们也觉得比较好奇的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有德国之声的报道 就说PU研究中心的调查结果显示 有66%的美国人对中国带有负面的观感 那么这个结果呢 就创造 创下了这个研究中心 从2005年 那到现在已经15年了 进行相关调研以来 美国人对中国负面观感的比例最高的一次 那也做另外一个比较 就是对比川普刚刚就职的时候 那么2020年呢 这个中国对中国有负面观感的 美国人的这个比例呢 也是比那个时候呢增加了20% 那PU研究中心呢 是在今年3月份 针对1000名美国的成年人 做的这项调查 调研 那么当时呢 美国这个卫生事件啊 已经开始快速的恶化了 但是调研团队呢 对他们收集到的数据进行了分析 就说呢 分析的结论是没有发现 美国人在这一段卫生事件期间 有明显的改变他们对中国的观感 那么负责设计这项调研的研究员 戴维林呢 就向媒体表示说 说由此可见 虽然中国处理的方式 让部分美国人认为十分不恰当 但是这个现象并没有因此明显的 增加美国人对中国的负面观感 他也表示说 说但我们会持续的继续观察相关的趋势 因为对我们来说 卫生事件 未来如何影响美国人对中国的观感 那仍然呢 是我们非常感兴趣的事情 另外一方面呢 PO研究中心呢 也针对美国人 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观感 进行了调研 结果就显示说 71%的美国人 不认为习近平有办法 在国际事务上做出对的决定 这个数据呢 也是创下了 这个研究中心 从2014年开始 在调研中问这个问题以来呢 就最高的比例 那值得一提的是呢 以往美国人对习近平的信心呢 都是维持在一定的水平 比较均衡 但是自从2019年开始 美国人对习近平的信心指数呢 就下降了21% 远远就超过了过去10% 因为过去的这种波动呢 是在一个10%的这个平均差距 在这个波幅里面的 那么这次就下降了21% 那么这个变化呢 不只发生在特定的群体之内 而是不同政治背景 不同的年龄的美国人 都出现了对习近平失去信心的情况 那么尽管美国总统川普呢 在这个卫生事件爆发以后 那么增加了他对这个中国政府的批评 但是调研的结果呢 也显示出来 就是分析人员分析出来的数据呢 觉得美国人对习近平的信心呢 也并没有明显的受到 这个卫生事件的影响 那么在此之外呢 这个研究中心的调研呢 还发现高达9成啊 美国人将中国的势力与影响力呢 当作威胁 其中有62%的美国人 将中国的势力增长 视为重大的威胁 那这个结果就比2018年的数据 还增长了14% 而且呢 在不同年龄层的美国人当中 50岁以上的美国人呢 有7成将中国视为重大威胁 那么18到29岁的美国人当中呢 倒是没有这么的显著 有一半的人将中国视为重大威胁 另一方面呢 调研中呢 还有超过一半的美国人 将大部分的美中议题 都视为非常严重的问题 那也可见啊 美国人对这个美中议题的 关注程度是非常高的 那其中呢 61%的美国人认为 中国对于全球大环境的影响 是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而57%的美国人认为 中国对美国进行的网络攻击 是一个非常有威胁性的问题 另外呢 也有达到了57%的美国人 认为中国的人权政策 也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那么这个呢 与2018年相比呢 就这个数据就增加了8% 那么我们也就看到 这三个方面呢 都是超过50% 61% 两个57% 这样子的比重 那么调查结果呢 就显示呢 说以前面几个议题相比呢 认为中国在经济与军事上 对美国构成威胁的美国人的比例呢 相对低了一些 有49%的美国人认为 中美贸易赤字是非常严重的问题 这个数字呢 与2012年相比呢 就下降了12% 另外呢 有49% 还是49%的美国人 对中国不断增强的军事战力感到担忧 那么这个没有达到一半 那么这个研究中心的研究员 还是戴维林呢 他就向德国之声 这个就表示说 说虽然传统上支持共和党的美国人 对中国抱持负面观感的比例 比支持民主党的美国人还高 但是在过去的几年 双方对中国持有负面观感的比例 都有升高的趋势 他说自从2018年以来啊 共和党支持者与民主党支持者 认为中国对美国造成重要威胁的比例呢 都是以双位数的速率在增加的 此外呢这位戴维林呢还指出说 说自从美国在2018年 与中国展开贸易战之后 美国人对中国的负面观感 是以历年来最快的速度在增加 就是增速很快啊 那么皮尤研究中心呢 在2019年的调研结果显示 认为中美经贸关系不好的美国人 同时呢也对中国抱着负面的观感 那么他告诉媒体呢 就是说这可以显示出 美国人对中国的负面观感 从某种层面上来看呢 是受到了经济的影响的 那么整体来说呢 自从川普总统上台以后 美国人呢就对美国军事战力的信心 有逐年成长的趋势 那么调研的数据呢也显示出来 从2016年到2020年这四年五年 美国人呢对美国军事战力的信心指数 是增长了11% 而美国人呢认为中国拥有 比美国强大的军事战力的 这样的比例呢 是在同期呢下降了6% 那么戴维林呢就表示说 说从整体上来看 那么目前几乎所有的美国人都认为 国际形势在美国的带领之下 会发展的更好 对美国还是非常有信心的 而如果他们被迫在中国和美国之间 要是选择一个国家 来主导国际情势的话 那么91%的美国人会说 应该由美国来主导国际情势 那么基本上自从2018年以后呢 这个问题的比例呢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动 那么美国人一直呢 基本上是持这样的观点的 那好 这个民调的情况呢就介绍到这里 交换给马俊先生 谢谢 非常感谢 我们看到呢 皮尤调查呢 这几年的数据呢 一直都在发生着很大的一个变化 那么近年来呢 我们也看到有很多的华人呢 觉得呢或者是预期了 未来会在美国呢会遭受到歧视 在上一周呢 我们的今夜很震惊的节目的时候呢 我们也邀请到了我们的李俊先生 和我们的孤独斯先生呢 二位呢一起主持和给观众朋友们 讲了一下关于歧视的方面的一些概念 但是随着这样的中美之间 两国的关系越来越处于 某种意义上的一个危险 或者是处于某种意义上的 这种紧奔呢 那么势必呢会产生了 美国社会对于亚裔 或者是对于中国人 观感还有其他方面的一些影响 那么我们想继续请教一下 我们的李俊先生啊 您的话都已经打开 那么李俊先生呢 您认为这种不断增长的 这种两国之间的冲突 特别是在大选之年呢 拿中国来说事的话 那么会不会影响到 在美国的华人群体 会受到社会的歧视 或者是挤压呢 我对美国社会整体上的 这种反歧视的这种水平 还是比较有信心的 这个事情 其实就跟刚才那个 金哥跟顾多学提说过 就是说这个中美两国关系 未来的走向一样 很多的事情 我们只能祈祷 但是从我的自己的 个人体验来说 我确实没有体会到 就是包括这次 这个公共卫生事件发生以后 我也没有体会到 来自于无论是社会的 或者说来自于 其他的个体的这种 不友好 甚至是歧视 如果说这个事情 会不会从社会整体来说 会不会 我想有可能会 但是我想在美国生活的华人 因为我们对美国社会 还是有一定的认知程度 我想 没有什么必要太过的担心 远远不到前一段时间 那微信群里边有一帮人在煽动让这个什么洛杉矶的华人要武装起来搞这种类似于民团式的自保 我觉得这是完全没有必要 那您刚才说到一个重点 就是说是洛杉矶的要发动一起来 要进行民团性质的这种赤保或者叫互保的这样的一些机制 认为呢有可能会对他们造成非常严重的这种侵害 那么像这种情况 那么美国社会如何看待这样的情况呢 这个事情我的观察 首先我就想知道就是说 组成这种民间的这种武装团体组织是否合法 所以我也想 劝告一些在美国的华人 不要轻信一些这种负面的蛊惑 因为美国毕竟是一个法治社会 它有完善的法律系统 也有比较充分的这种言论跟媒体自由 那如果你受到了一些不良的一些对待 或者是你感觉到有一些不舒服 你可以通过其他的方式来表述 我很反对这种 我不知道是出于任何目的 我也不太了解洛杉矶那边具体的社会状况 是否恶化或者严重 到了需要通过这种类似于这种民间武装团体的方式来 保护所谓的这个华人社区 这个事情我没有发言权 但是我觉得通过我个人的生活体验来说 我觉得完全没有这个必要 相反我们应该利用这个机会 如果有可能的话 应该让美国的社会更多的了解我们在美国生活的华人群体 有很多的误解来自于这种沟通的缺失 如果我们能够有效的跟包括周围的邻居 包括我们的当地的朋友 讲述我们自己的故事和我们自己的观感 我们自己的看法 我想这会有助于美国社会对整个形式的一个比较客观的评价 谢谢 有一些人拿这个 当年其实我们做一个简单的一个比较 当年苏联的时候和美国对抗的时候 美国的社会也并没有对苏联的公民有什么样的歧视 或者这样的一个排斥 也就是说最后的一次对于日裔的这种集中营 或者是叫圈禁营的这样的一个设施之后 在美国也是再没有出现过类似这样的情况 所以我们在这里也呼吁很多观众朋友 或者是华裔呢 并不用去过度的担心 但是呢 也同时呢 如果中国政府有更多的类似这样的情况的话 相信呢 偶尔遇到或者是有一丁点的这种感触不良呢 也是正常的一个现象 在美国呢 就像李军先生所讲 我们是有法律 有很多事物呢 可以保障我们的基本的权利 而不用呢 过度的这种紧张和警惕 好的 谢谢我们的李军先生 我们还有其他网友 要发言吗 如果有的话请你去去销售 如果没有的话 我们就进入到我们的下一个新闻 我们的新歌有话说 新歌你请 好 那个我们这个谈到这个歧视的问题 其实我这几天正在参加一个华人 这个专门做的 在美国是否在这一次的事情上 是否有对华人团体或者华人个人有歧视的这么一个问卷调查 我们也做了一个比较详细的大概40分钟左右的这么一个问卷调查 如果小孩儿天气好的时候他会到我家的这个院子来看一看这些小的野生动物 我们丝毫没有觉得 因为附近基本上都是白人 初期散步的时候从来没有发现或者感觉到丝毫的感觉到有什么对我这个华人的家庭歧视的这个任何的表现 这就是我的一个观感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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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的确呢这是最贴切的 也有很多人都说呢在美国有类似的歧视也好或者如何也好 其实呢像我们在生活在美国的人呢也的确呢到目前为止呢我是一次也没有遇到也没有任何的这种感触 但是当你有可能会与某人擦肩而过的时候会抵碰一下的时候啊人家对你有所说法 这我认为这不是歧视啊这是一个正常你在你自己的家庭里边也会遇到这样的事情啊 所以很多人的过度的敏感 当然我们也看到网友我们说呢说前几日呢在中国的国内的一些这个网站上就说呢 哎说川普总统的斥责美籍的华人说第一次背叛自己的国家 现在呢又背叛了美国说第一次背叛呢说是离开中国跑到美国 现在呢又准备背叛美国呢跑回中国啊 其实这样的事情是根本不存在的 那么像这样类似的这种鼓动或者是这种虚假的这种信息呢 在中国的网站上呢是时常会遇到啊 那么也是不足为奇的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给观众朋友讲的是今天的第二个新闻 第三个新闻了啊不是第二个了是第三个新闻了啊 第三个新闻呢是向中国索赔啊 那么开始对中国索赔这件事情来呢来讲最早的呢是来自于印度啊 还有来自于其他非洲的国家 包括埃及呢也是发起了对中国的长多达十万亿美元的这样的一个索赔 那么紧接着呢我们看到呢美国也有一些地方也有一些人士 那么洲籍的政府啊密苏里州呢也是打开了第一枪 那么密苏里州打开这第一枪之后呢 也有意大利呢联合在一起 今天呢我们有很多关于中国追索中国的一些这个新闻背景呢 给观众朋友进行介绍 我们的韩奎女士您再辛苦一次 好的那我们今天就是一方面是密苏里州 还有就是美国企业这边 还有就是意大利这边 那我们其实之前已经介绍过啊 就是美国的参众两院呢 在上个星期吧 甚至更早的时候已经分别推出了法案 就允许呢美国民众就他们在卫生事件中的损失呢 向中国政府呢提出这个控诉和求偿 那么当时我们介绍的包括众议员史密斯和莱特的法案 包括参议员霍利的这个未受害者追求正义法 还有参议员科顿提出来的全球公共健康问责法 还有参议员克鲁兹推出的终结中国审查和掩盖医学信息法等等 那么针对当时的这个美国的参众两院的提出这些法案呢 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呢就在微博中呢发文就说 说这是美国政府在煽动 说旁敲侧击的鼓励少数律师发起针对中国政府的诉讼 说是在搞闹剧 说是刺激美国社会上的反华情绪 说是靠极端民族主义救驾 那么对于胡主编的话呢 后面还有一位这个就是后面我们还会提到的 参与提出诉讼的这一位叫做沃尔特提格三世律师呢 他就发表了他的评论 就说美国人民和政府的关系啊 恰恰不是这样的 是政府只能听人民的 而不是人民去听政府的 况且呢美国三权分立行政立法和司法各自的这个职权范围呢 是界限分明而且是互相制约的 那么前面我们就说到这个提出的这个法案的问题啊 接下来我们就说到重点啊 看看有关诉讼的情况 那么这里呢就有一篇来自美国之音的报道 他是说密苏里州打响提告中国第一枪 美企业先行索赔数万亿 那么就是在星期二 美国中西部的密苏里州呢 就就这个卫生事件的起诉了中国 那么称中国政府官员是目前全球大流行的责任方 那么密苏里州呢 因此就成为在这个议题上起诉中国的美国的第一个州 那么与此同时呢因此而蒙受巨大损失的美国企业呢 也已经呢在此前呢就开始了一些起诉的情况 那么密苏里州的总检察长埃瑞克·施密特呢 就在4月21号向密苏里州一个联邦地区法院 提起针对中国的民事诉讼 那么这个诉讼呢就指控中国政府 中共和其他中国官员以及机构 那么就指控了这么几点啊 一点是对传染性危险性和传染性撒谎 一点是没有采取行动制止传播 那么特别呢就指出在最初的关键的几州里面 一个是欺骗公众压制信息 逮捕吹哨人否认人传人 破坏关键医学研究 还有就是囤积个人防护设备 那么从而呢就导致了一场本来不必要 本来可以预防的全球大流行 那么也就从而呢导致了密苏里州 遭受到生命和经济的损失 那么这个指控里呢也提到了几个关键的时间点 一个是12月下旬 已经知道人传人 那么在12月31号才报告给这个国际组织 但是报告的时候呢又否认了人传人 这个呢知而不报 那么1月13号呢意识到 比如当时已经有传播